我认识巴桑仁波切时 上师还年少 我问上师为何只身来此 有什么愿望 上师说 我要把佛法带到世界上每一个角度 每一个有痛苦的地方 为了每一个痛苦烦恼的人 从小小的缘分开始 到现在千万人云集的法会 我问上师 您的愿望实现了吗 上师说 梦想要大一年 生生世世 我愿所有众生都能够成佛 待所有众生成佛了幸福了 我也就安心了 新加坡 印尼 马来西亚 中国 大大小小的法会 宽宽窄窄窄的佛堂 您日夜奔波 为了上万人宣讲佛法 每一次都坐无虚心 我问您 还想去哪里开佛堂 您说 去哪里开佛堂 都不如在众生的心里开佛堂 真正种下慈悲的种子 将来收获解脱的路 上师 上师我是一个痛痛快快的出家人 所以我的徒弟们也要痛快一点 凡事很开心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们好好学佛 休息慈悲心 孝顺父母亲 家人之间要懂得相互感恩和包容 这一时幸福是肯定的 下一时也肯定走在幸福的道路上 我问您 那什么是慈悲 您说 看见比自己可怜的人 因为心怀柔软而感到难过 是一半的慈悲 看见比自己过得幸福的人 能心怀欢喜替他们高兴 这才是慈悲的另一半 您要求我们要懂得感恩父母 因为没有什么慈悲心 是不需要孝顺父母的 唯有孝顺父母的人 才有资格去谈论慈悲 也才能真正地达到慈悲 还记得我们随您去海上放声 每一尾鱼在海浪的波光里远游 您教会我们对生命的尊重 您说 没有终生是不渴望自己幸福的 哪怕就连一只小小的蚂蚁 渴望幸福的心 和我们也是一样的 所以 学佛的人不可以杀生 那一尾鱼遇见您获得了自由 我想 我们也是 上师啊 是否人世间总是这样的辛苦 您说 看长远一些 一切都是暂时的 现在不好 没有关系 只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幸福是自然而然来的 您是霸丧人波切 为了传法 年少时 只身穿过茫茫雪域 不惜露宿街头 您是忙碌的人波切 日夜兼程 利益众生 您是坚强的人波切 为了众生 为了众生 为了众生对自己发狠 三百公里 祈愿身体 唯愿所有众生 我愿所有众生 究竟成佛 上师 我们真的感恩您 您讲的法 总是那么的适合我们 上师 我们真的感恩您 这些年 我们跟着您 身上的缺点 真的改变了很多 家庭事业各方面 都获得了圆满幸福